穿衣一定要非常謹慎 穿搭適當的胸圍解決背部的肢肉 配搭適當的胸圍還可以顯示 胸部的線片整個感覺都會超級強壯 腰短了兩寸 大家在聖誕時之前說不切減肥 Hello 我是阿謙 今天想跟大家說 大胸女生穿衣是非常難選擇的 特別是聖誕時穿衣一定要非常謹慎 第一 貼身顯線條 並開一些複雜的設計 顯得很膨脹和脹部屋 感覺可以立即顯手 穿搭適當的胸圍解決背部的肢肉 一個漂亮的胸圍可以掃出一個漂亮的身形 顯重點 二 大膽露胸前三角區 舌口設計有修飾胸圍 延長頸的線條 胸喉的衣服會暴露上身巨大化 配搭適當的胸圍還可以顯示胸部的線條 相得益 第三 顏色配搭要得二 聖誕就要穿紅色 既然紅色是必備item 太貼值的話 就可以配合黑色去做襯托 修型就靠深色 臉色就更加精神 配搭一些裝飾或銅色的肩帶內衣 就可以畫龍眼睛 四 挑選一個適合的內衣 內衣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最直接第一眼的印象 選擇這個重點去展現人前 胸部線條和翼下腐乳位 是必須要處理的 完美的胸圍就成為一個成敗的關鍵 加分十倍 可以收序肉 集中胸型 強調腰身 和正面可以立即顯瘦 第五 顯腰瘦全身 切記切記全身鬆身 超級尺寸的話 整個感覺都會超級強壯 可以選擇上下分開 例如上身鬆下身緊 又或者上身緊下身鬆 都可以做到一個組合出來 尤其是穿一些修腰款的洋裝 可以拉長下身的比例 立即增高5cm 而胸圍必須要有一個修腰線的效果 才可以令整個感覺重複 講到最後胸圍其實都非常重要 一個好的胸圍就等SORRY姐 告訴你怎樣才是最好的 我們講的胸圍 其實都是講一個力強 剛才這個胸圍很明顯是不夠力 胸圍不夠高 變成現在胸圍掉了下來 就很明顯形成視覺效果 胸圍的腰圍比較短了 所以整個人會覺得臉腫了 肥了 其實瘦不瘦都不是最大的問題 反而這次內衣穿錯了 就是不夠力 不夠力 對 前面 前面是重災區這件衣服 好像掉下來 然後腰短了兩寸 好 下一件 正確的胸圍對於聖誕的穿搭 有什麼幫助呢 它夠力 你會不會看到它明顯 好像故意頂起了 沒有寒背 還有香港人現在很喜歡按電話 有 形成了很多姿勢 都會變成整天都寒背 如果穿上一個好的內衣 是會解決寒背的問題 令胸圍自然停了 你看到整個效果 因為它的頸也長了 腰也長了 整個人比例都會變瘦了 主要一個人 湧不湧腫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一個合不合的內衣 夠不夠力 挺起 所以內衣 舊期要換很重要 這件事 如果大家在聖誕節前 說不及減肥 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換一件新的內衣 因為新的內衣 夠力 令到整個視覺效果 一條腰也很難 即時 片是停不到的 整個腰的線 是長了 整個視覺效果 即時是受到十磅 雅然而言因為 買一個正價公圍 就可以送到Sleeping Bra 聖誕節適合 祝大家Merry Christmas